你们五个一起感谢一下你妈妈 谢谢你妈妈 你妈妈生你们真不容易 养你们也不容易 来来来 跟你们感谢一下妈妈 一二三 谢谢妈妈 妈妈 为了生你们是值得 应该是因为我做妈妈 觉得很幸福 老大哭了 老大哭了 其实我最大的心愿 就是希望你们五个人 健康成长 知道吗 还有要好好学习 你知道吧 我发现老大一哭 全哭了你发现没有 你看见没有 你看见没有 全哭了 老大一哭全哭了 你看 好了好了 这东西也会传染的 好好好 就说到这儿 你们五个人 今天有什么幸福心愿 是你们一起说 还是一个人说 你说是吧 来 上前一步 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我们的幸福心愿是 有五套桌椅 五套桌椅 谢谢 五套桌椅家里没有吗 因为现在他们就是上三年级了 就是写作业了 都是在一张吃饭的桌上写的 就是互相影响 五套桌椅 这是他们的愿望 我觉得五套桌椅虽然要不了多少钱 但是在他们的家庭当中 在他们目前经济压力 比较大的情况之下 这个愿望可能还真是个愿望 五套桌椅肯定没有问题 我在想 怎么能更多地帮到你们 还需要什么吗 除了五套桌椅 五套桌里 达零APP肯定包了 就还有什么其他的 生活上面的必需品吗 那多了 我说几样 说几样我们 太多了 我帮他说吧 你说 好 要五个孩子春夏秋冬的衣服 鞋 学费 学费应该不用多少钱吧 学费应该是国家的那个 对 对 但是今天那个 我在那个学校 咱们那个学费没收 那个书本费 那个老师 你就这样吧 你也别客气 曲总 就按你那两个儿子 每个人的标准 搁来一套就行了 行 那是这样吧 五套桌椅 五套衣服服装 春夏秋冬各一套 四乘五 二十套 好不好 再来五套衣服裤子 五鞋 五衣 没问题 五套 好不好 谢谢了 太谢谢了 谢谢徐叔叔 谢谢 谢谢 你们要谢你们的妈妈 太辛苦了 真是当时我太感动了 所以我觉得能够 把你们生出来 并且能够把你们培养好 我们愿意助力 我觉得特别开心 因为我跟曲总一样 我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然后就是 我有一个感觉 就是两个孩子 他们很大程度 在经历上面 他两个孩子 一个要玩 一个要做作业 然后这个时候 你真的觉得很头疼 对 而且孩子 孩子要生病的话 他们互相一串 然后大人真的很挠头 所以我觉得你们真的很棒 那其实 作为我们英朗文化呢 我们也有一部分 是做品牌公关这一块 那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 有一个呢 是来自美国的一个品牌的鞋子 叫快乐玛丽 那我想孩子们可能听过一句话 叫一双美丽的鞋 会带你去看最美丽的风景和人生 我希望呢 就是鞋是一个消耗品 我觉得可能不止一双 那未来这样 那未来我五个孩子 三年之内的 所有的布鞋和东鞋 都由我们来承担 好不好 好好好 再谢谢了 再谢谢了 这孩子的脚长得最快 对 因为这个特别消耗 所以那快乐玛丽也祝你们 能够在美丽的路上 幸福地走下去 好 谢谢 谢谢 刚才两位都已经 帮忙了一些东西 我也在想 我刚才一直在想说 我有什么东西 我是可以帮得了忙的 待会儿呢 给你们互换一下微信 因为我这边也有一些客户 朋友 他们对于童装 或者是鞋子 或者是这方面 也可以提供一些帮助 我们到时候用微信联络 好好 好不好 好 谢谢 这兄弟 姐妹 四个字 在你们家全有 要兄弟有兄弟 要姐妹有姐妹 要兄妹有兄妹 是吧 我觉得你们特别的幸福 谢谢